为了鼓励部落村民能够多活动 伊达少明德常青会从5月份起 举办伊达少部落社区妇女健康运动计划 邀请部落的妇女在每个礼拜四晚上 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一起来运动 先议员石庆龙表示 部落的妇女朋友平时忙于家庭以及工作 较少有机会运动 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鼓励更多部落妇女朋友一起来运动 让身体更健康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我们村落部落的妇女或者是青年男女 大家平常都忙于工作或做生意 比较少机会抽空来做这样的室内的运动 里面有包括这个有氧舞蹈 还有瑜伽 热舞 韵力涛等等 所以也蛮适合更年龄层次的 这个村民 突然一起来参加 日月村村长黄毅琪 感谢伊达少明德常青会 能够在部落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让部落的妇女们都有机会来运动 而且上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专业 相信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部落的妇女朋友们身体也能够更健康 不错比走路的那个流汗量还多 就有那个韻力啊动感的 而且大家跳起来都都蛮有趣的这样子 会累但是不会无聊蛮有趣的 有啊就是心灵啊身体啊都都很好 对欢迎啊 只要这个对村民啊对大家都好 运动对大家都好 不管是大人啊小孩都不错 有鉴于日月村的妇女朋友 因为平时忙碌于工作以及家庭 伊达少明德常青会 这次特别争取经费 在日月村举办部落妇女健康运动计划 县议员石庆龙也再次感谢常青会的用心 也希望明年度能够持续来办理 照顾部落妇女的健康 记者陈伟一与此相采访报道